作词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扣温 相愁是一万数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气 年身外境又无境 日久他相近故乡 有错你可记得 徒你的方向 妈妈你可知道 儿女的心长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气 这天一早 外汇就开始忙碌起来 按照檀门的习俗 丈夫捕鱼归来的日子 她要包饺子炖鸡汤 用可口的饭菜为丈夫接风洗尘 抚慰亲人在海上的辛劳 庆祝鱼货的丰收 庆祝鱼货的丰收 庚海沐鱼是他们 世代遵循的生活方式 千百年来 渔民们驾驶着渔船 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 对他们来说 这片海既是赖以生存的地方 也是世代守护的家园 从檀门渔港出发 前往中国南海的各个岛礁 最远的地方 也只需要一周走的时间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檀门渔民 祖祖辈辈都在耕耘着南海 也收获着生活的希望 檀门镇位于海南省熊海市 临海而建的小镇 因海而行 三万多檀门人至今保留着 传统农耕和捕鱼相结合的生活方式 不出海的日子里 男人们修捕鱼船耕种农田 女人们则忙着晾晒鱼干操持家务 在鱼船没有机械动力的年代里 渔民使用古老的帆船 依靠着季风和洋流出海捕鱼 潘门也就成为前往南海最便捷的港口 汉代的时候它主要是在近海 等于唐代宋代 他们就逐渐地把船从近海 还往远海 每年十一夜起了东北风 它就借着这个东北风 就一直往南走 就是现在的西沙南沙 唐宋时期 造船业发展迅速 潘门渔民建造起可以远航的帆船前往南海 那是一片从未有人涉足的海域 水澜沙白 物产丰饶 因为南海多岛礁 潘门人便把那里称为食堂 直到今天 当地还流传着千里长沙万里食堂的说法 明清时期 闽浙一带的移民大量嵌入潘门 海港小镇逐渐兴盛 来自南海的海产和东南亚一带的商品 在港口自有贸易 鱼籍 柴米油盐等生产生活物资 从这里出港 为南海岛礁上的渔民提供补给 宋代有一本书叫《朱番志》 它里面就有一张写道 里面的港口怎么样呢 有士博 有很大很大的商船 官员都派人到下面来到这里来收税 收税来作为政府的材重开支 千百年来 一代代潘门人从这里扬帆起航 他们乘风浪 闯南海 心情耕耘在这片辽阔的大海上 在潘门人口中 美丽富饶的南海被他们称为祖宗海 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报的过去 潘门渔民出海航行危险重重 为了能够安全返航 他们对航海经验加以总结 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完善 逐渐形成了一种庚陆布 至今这些庚陆布依然凝聚着潘门人的记忆 承载着他们的历史 庚陆布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 也是潘门人的航海日记 保存下来的庚陆布最早形成于元代 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二十四个不同版本的庚陆布 成为潘门人世代耕耘南海的历史见证 今年已经六十七岁的老船长卢嘉禀 珍藏着一本传了六代人的庚陆布 在他的记忆中 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 一个是罗盘 另一个就是庚陆布 依靠着罗盘 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 而庚陆布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 以及从潘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庚就是基礼 一根船就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那上面还有乾坤 它这个是济南京的 这个是乾坤 这个二十四个距 三百六十度 一个口是十五度 比如说你在船 现在是在山船 那种山船那里开到罗宏 就用上面这个行顺 行顺这个方向海 就往这个东南方向海 就这样的 这里是三十七根船里面 往东南 它上面写东南 庚陆布中记录着南海一百多处岛礁的名字 和二百多条捕鱼航线 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 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 成为了他们的主人 每次出海 只要发现陌生地方 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 现在的永兴岛 在庚陆布中的古名 叫做猫柱 太平岛叫黄山马 仁爱礁称为断节 这些用潭门土画起的名字 既是航程中的地标 也是潭门人 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 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根据什么起的证明 这个黄山马是它的形状 它长的树木 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 给这个岛域起的名字 每一个岛都是这样 每一个岛每一个胶 都是这样 根据形状命名的 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上 随时会面临各种未知的风险 在潭门人看来 耿禄布就是先辈们 用鲜血绘制的航海指南 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来之不易 有的甚至是用生命换取的经验 就其实它这个看着是一排排字 其实背后挺不容易的 我们的老亲老祖先是海船的时候 用那个经过大风大浪在大海里波动 耿禄布是这样总结出来的 凭借着耿禄布 他们渔民得以到达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 也因为耿禄布 他们在一次次遭遇风浪之后 才能平安泛航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卢家平的父亲卢叶发 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 一天晚上 渔船行驶到西沙时 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 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五天 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 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 他们通过耿禄布的描述 认出了一座岛礁 渔船修好后 船员们按照耿禄布指引的路线 平安返航 回到家中 卢家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 遇险的航线 补充进了自家的耕禄布中 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 在当上船长之前 耕禄布的内容 就已经一字不差地 记在他的脑海里 凭着这些祖辈的航海经验 卢家平在南海纵横四十多年 从未迷航 忽悠了他一生的平安 近年来 随着耕禄布成为国家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卢家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 他和许多渔民一起 集资筹建了一座耕禄布博览馆 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 在海上拼搏的精神 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 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 卫星导航取代了耕禄布 虽然失去了往日的作用 但是手册里的每一行字 每一个地名 都是渔民心中最难忘的记忆和情感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 他有些已经去世了 他说我的耕禄布啊 虽然没有用了 但是呢 我放在枕头底下 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把耕禄拿出来看一看 回忆一下 当年从这里到哪里 到哪里 到哪里 有什么 有什么经历 所以现在我不断地怀念南海 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光荣 所以我一直在怀念南海 所以我一生就是在这个 在这种感情当中走过来的 岁月的流逝 带不走他们人心中 对于南海的情感 这让他们始终延续着 耕海沐鱼的古老船头 在批驳斩浪的传海生涯中 渔民们也结下了守望相助 侵入兄弟的情谊 千百年来 潭门渔民拧成一股绳 在大海上相互照应帮助 一旦遇到相邻渔船出现 任何人都会前往救援 即使困难重重也在所不惜 因为在他们心中 出海就是兄弟 在潭门镇周围的渔村 和南海的众多海岛上 都建有兄弟公庙 按照当地习俗 渔民在每次出海前或是登岛后 都要祭拜一百零八兄弟公 祈福平安 即使在没有兄弟公庙的 南海无人岛礁上 渔民们也要找几块石头 打一个简单的神龛 烧上一炷香 敬上一杯酒 这是对捕渔平安归来的期盼 也是渔民世代遵循的传统 相传 古时候南海一带海盗猖獗 经常袭击渔船 当时 潭门镇里的一百零八位渔民 结拜为兄弟 他们立下生死于共的誓言 常常组成船队一同出海 有一次 他们正在海上捕鱼 几艘海盗船快速向他们驶来 危急时刻 渔民们把船紧紧连在一起 集中力量击退了凶狠的海盗 从那以后 人们纷纷效仿一百零八位兄弟的做法 一同出海抵御风险 后来有一年 他一百零八兄弟 遇到了黑风暴 天黑浪大 风也比较急 所以后来这十艘船 就一百零八兄弟 就全部被打翻在海里面了 帆船落水后 渔民们没有各自逃生 他们互相扶持 同进共退 但是风暴越来越猛烈 一百零八位兄弟全部遇难 一起长连在了他们世代耕耘的大海 为了铭记这份生死与共的情谊 为了铭记这份生死与共的情谊 从潭门一直到西沙 一直到南沙 到中沙 继续在那里作业 兄弟公的故事在潭门世代传送 如今一百多位常年出海的船员 也自发组成了一支海上救援支援队 他们参与救援只是为了一句 出海就是兄弟的承诺 柯维秀是一位老船长 也是救援队的一员 2012年7月的一天 他的渔船正在南沙中叶岛附近 突然接到了海市中心的风暴预警 就在他驾船即将回到避风港的时候 电台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 在距离他们十几海里的地方 一艘外地渔船因为机器故障而抛锚 他们说救命啊 救命啊 风也来 鱼也来 让也来 不就话的话 那个24小人们就不在了 有着22年航海经验的柯维秀 很清楚故障渔船将要面临的危险 如果不去救援 24位渔民兄弟就有可能在风暴中丧生 性命攸关的时刻 柯维秀和船员们 吊转船头迎着风暴前往救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航行 他们找到了故障船 柯维秀和几位船员登上救生艇冒着生命危险 在狂风巨浪中靠近故障船 为了能够把两个船体相互连接 他们使出浑身力气把缆绳刨了上去 那当时脑海什么都不响了 最小救援 救援要紧 都配了一心的力 就这样一丢过去 当时很配件的 但是整个传心的力气都用上去了 一根缆绳把两艘船紧紧连在了一起 也为24位渔民兄弟的生命连接起了希望 风暴中 十几海里的航程 两条船却整整走了8个小时 才到达避风港 那一刻 筋疲力尽的船员们 全都瘫倒在峡板上 他再说 感谢你们了 没有你们 网民24条 人们就不在了 这样说 他们都呼了嘛 谁都呼了 当时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说 没事 网民盘证都是一家人 渔民就是一家人 也要互相帮助 互相帮忙 要有缘民关心的话 肯定要救人为止 不管你付出什么也要救人 兄弟般的感情 让渔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 他们出海时一起协作 共同面对未知的风浪 回到港口 共同分享收获的喜悦 而岸上守望着家园的女人们 也逐渐养成了淳朴互助的性格 如今的古镇上兴起了余嘉乐 男人们出海的日子里 女人们操持着家业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大家都会互相伸出手 帮上一把 在澹门人看来 日子就应该过得这么简单和谐 在澹门 几乎家家都有船 户户都是渔民 对他们来说始终有两个家 一个家在镇上 一个家在南海 为了守护好自己的家园 他们在广袤的南海上 留下了勤劳的足迹 也播撒下生活的希望 澹门渔民前往南海捕捞作业 通常一走就是大半年的时间 他们在南海的岛礁上建造家园 白天出海捕鱼 晚上就相聚在一起 共度欢乐的时光 来年等到海产品晒干 渔民们就会带着满满的渔货回到澹门 辛勤的劳作换来丰厚的回报 休养生气之后 他们又开始准备下一次出海 今年已经73岁的卢玉勇闯淡了大半辈子南海 对南海的那个家 他有着一段复杂又难忘的记忆 小时候家里的大人们经常出海捕鱼 那时他就知道在遥远的南海还有一个家 每次大人们回来的时候 都会给他带来许多好吃好玩的礼物 那是他最为快乐的人生记忆 那老人说嘻哈最美的 沙寒是白的 那么好像就鱼啊 就是那个红鱼啊什么都有 那阳光升去 那到处那海鸥鸟 那霞光啊 可以看到这边日诗那边霞光 很美的感觉了 就有个梦想 你肯定要去 大人们向卢玉勇描述的场景 让他对南海的家 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和想象 他的童年梦想就是长大后 也要像父辈一样到南海去 可是1948年的一天 年少的卢玉勇 却遭遇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一次海难中 他的爷爷再也没能回来 这让年幼的卢玉勇 第一次对遥远的男孩产生了恐惧 仅仅相隔了不到四年 卢玉勇的大伯在一次出海时 因为渔船故障 被迫停留在一座无人的岛礁上 没有淡水 后来他们就躲到水肿面 很凄凉了 心里挂在家里没办法 最后就没有回到家里了 没有回到家里 因为他这心挂的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一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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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沉着我的老爸很小 后来我就奶奶在家里 面对亲人的离世 卢玉勇并不明白 为何大海这么凶险 他们还要一次又一次出海远行 南海的那个家 对他们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都不愿意到大海边上去玩耍 小时候曾经拥有的梦想 也在他的心里一点点的消失了 直到有一天 卢玉勇的奶奶找到了他 说了一番让他铭记一生的话 我那奶奶说 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他们 在世界上最早发现是南海 好像是我们的梁田一样的 一定要去 不许你不算是好汉 我们还没人这样说 你长大的概念 都要去西沙锻炼 我们的南海 锻炼下我们的骨骼 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这样锻炼出来 必须要去他们的汉 对 一定要去根海下 回来你就知道什么做人 奶奶的话让年轻的卢玉勇 打开了心结 她开始沿着父辈的脚印 前往南海步渝生活 在南海岛礁上生活的时候 她喜欢坐在海边 望着落日的霞光 怀想一个个远去的亲人 岛礁上的那个家充满了温暖 在她看来 亲人们并没有离去 而是时时刻刻陪伴在她的身边 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了 父辈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到这里的原因 好像是我们的家 因为我们的亲人都埋葬在上面 他们死去不离开 我们生的人也不能离开 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园 就好像两型一样的 我们种的稻穀 我们一定要收 对不对 每一代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 如今 卢玉勇年纪大了 已经不再出海 他把传海的技能 全部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 每逢儿子出海 他一定要到码头送行 他深信 只要南海的家还在 后辈们就一定会成长为一个 优秀的传海人 在坛门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 他们的祖先是从海里上岸的鱼 人不再了就要回到海里 回到这个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地方 这片海倾注着他们所有的情感 是他们灵魂的归宿 生命的感慌 渔民他们自己有一种传说 是我们从海里来回海里去 是我们很自然地走了 因为他们说 这个南海是我们的池塘 南海是我们的祖先住的地方 南海也是我们生息的一个基地 所以我们永远离不开南海 如今 随着旅游的开发 坛门这座海港小镇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 在坛门最热闹的大街上 来自南海的石斑 海曼 鱼虾 成为游客的最爱 一家家鱼家乐 海鲜餐厅聚集着天南海北的人们 坛门人接受着现代的生活方式 也极力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俗 茶馆里鱼女们依旧每天在这里喝茶聊天 用椰子 面粉 白糖和芭蕉叶做的三角瓣 依然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小吃之一 传统的鲤鱼灯手艺 在老艺人的手中代代传承 对于坛门人来说 鲤鱼灯寓意着吉祥 平安 锣鼓声中 新一代坛门渔民造大船 闯大海 捕大鱼的梦想 造得更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的声音那么静 仿佛妈妈的定义 晨光唤起黄丽鸟 晚风吹动下个铃 谁的声音那么大 千里我也听得起 细水长起摇篮群 满池河获色而平 满池河获色而平 只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远天涯尽古同期 翻越了四季 波动着星期 有时下雨 愁是秋夕 离家路回向路 无知己 岁月长情怀老 思念碎 改变了模样 斑白了双鱼 不该相依 不忘初心